自愿者称这个仓库为SIS 这是运输、库存和储藏三个词的缩略旅 这个地方是教师联合会捐献的 这个工会组织拥有这个距离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现场 祖克地公园只有三个街区的建筑 查斯丁·斯特·莱卡尔是来自俄亥俄州克里夫兰的自愿者 我们把物资都储存在这里 确保我们的营地上的人们得到他们当天需要的任何东西 我们把其他的物资储存起来 以维持一场长期的占领活动 斯特·莱卡尔说 这里每天收到多达400项的捐献物资 包括毯子、睡袋、枕头和外衣等保暖物品 他说下过雨之后袜子格外受欢迎 还有卫生用品像牙膏牙刷、护肤品除臭剂和急救用品等等 另外一位自愿者克里·汤普森来自尼尼苏达州 他说抗议活动激发了那些无法加入他们的人捐献物资 我们看到远从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捐献的物资 还有韩国、日本以及来自美国国内的捐献 目前我还不能想到哪些国家没有捐献某种物资给我们 斯特莱卡尔把这个地方描述为有组织的混乱 正出于分类和储存的过程中 他说抗议活动获得25万美元的现金捐赠 他补充说他们正在做出各种努力 从那些实施公平贸易而不是自由贸易的公司采购物资 我们要确保我们支持的公司的利益 从这些公司采购我们需要的产品 这些公司以人道和公平的方式对待他们的员工 自愿者们承认 有些食品便宜了那些前来享用免费食品的人 但汤普森说 当他结束了一天的劳累工作 回到祖克地公园的抗议者中间的时候 他又焕发了活力 美国万花筒电视报道 感谢观看